很可能他會被約談 甚至羈押也說不定 所以我那天是很感慨的說 他說他如果進去的話 我大概就帶個便當去看他吧 因為他請我吃便當 那我也還他一個便當 王世健就典型的耍嘴皮 講風涼話 他當年也跟韓國瑜講過這個話 韓國瑜跟他講說要賭就賭大的 我對柯文哲並沒有落井下石 我是世出溫暖 我大概唯一錯的就是 我破壞了柯文哲他們看豪宅買豪宅的心情 所以要對賭 說實在話啦 要賭就賭大的 要賭做得到的嘛 曲棍球絕對不是我王世健的任何意思 因為我不會找人家賭那個啦 要賭要賭可行的嘛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要賭就賭大的 要賭就賭可行的 比方說柯文哲 我現在就告訴你啊 你要賭就來啊 高空彈跳你願意嗎 我們想要講一下就是說今天柯文哲 既然就是跟你對讀啦 說他如果沒有被官藥 你吞曲棍球 其實 我對柯文哲並沒有落井下石 我是釋出溫暖 我是釋出溫暖 我所有對柯文哲的評論 都是基於事實 合乎情理 那 我大概唯一錯的就是 我破壞了柯文哲 他們看豪宅買豪宅的心情 可能是這樣 所以他就要鬥嘴啦 那 其實他的事情整個問題的焦點 是社會大家在討論說 柯文哲 你收割了小草的捐款 去購買一萬豪宅 這是何等的殘忍啊 那你過去說的居住正義 欸 變成豪宅上億 天啊 居住正義 豪宅1.2億 這個才是問題的焦點 柯文哲搞不清楚嗎 那 這個才是問題的焦點 柯文哲搞不清楚嗎 現在是社會質疑你 不是說我王世堅要跟你鬥嘴 我王世堅 從來不會落井下石 你已經卸下了首都市長的光環 那 我 你 你沒有任何的權柄了 我不必再監督你了嘛 不是這樣嗎 你現在被踹到一旁去 我跳出來補踹兩腳 我不是這種 我不是 我不幹這種俗辣的事情 那所以我是 基於上節目被訪問 被問到 那我當然我要做合理的評論嘛 我這些評論都是基於事實 而且合乎情力 那至於說 說要對賭 說實在話啦 要賭就賭大的 要賭做得到的嘛 什麼吞曲棍球 那是過去 段尼康委員 跟韓國瑜院長 過去他們之間的這個事情 一點小增值嘛 那也都過了嘛 曲棍球絕對不是我王世堅的 任何意思 因為我不會找人家賭那個啦 要賭要賭可行的嘛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要賭就賭大的 要賭就賭可行的 比方說 我現在就告訴你啊 你要賭就來啊 高空彈跳 你願意嗎 對不對 這才是可行的嘛 你要 看得破世俗 你要在創那之間很勇敢 去做出那個動作 那你願意嗎 所以我不想說在這個時候 再去對柯文哲去虧他啦 去口頭上占他便宜 我並不想這樣 我再一次講 柯文哲你已經被踹到一邊去了嘛 那我們再去補踹兩腳 那是俗辣的行為 我不這樣 他可以審視 所有我的評論裡面 其實我是帶著 不生唏噓的心情 來評論他 更何況當初十年前 他頭一次 在政壇崛起參選 台北市長的時候 我過去我們整個黨 包括我 我們是支持他的 他第一次到基層掃接拜票 就是到我們大同區迪化區 我還幫他背著這個麥克風 我沿路幫他這個 在做這個宣傳 我選那麼多次 我從來沒有一次 說我自己幫我自己去 沿街掃票去拉票沒有 但是我就帶著他 因為他什麼都沒有啊 當初是他還在初選的階段 還沒有提名啊 那在那個 那一年的農曆春節 還在初選階段 他要到這個基層 來掃接拜票 那所以 他們就打來壓說 因為他沒有任何的器具 也沒有任何的助理 所以他的第一場 在基層掃接拜票 是我陪著他 就走在一前一後就這樣子 我背著麥克風 我沿街幫他拉票這樣子 兩個半鐘頭吧 我喊到喉嚨都啞了 我頭一次 沿街掃街拉票 不是為我自己 我是為了他 因為我覺得白色力量的崛起 那麼是代表了我們很年輕 一股清新的力量 這是正確的 而且我們民進黨有這個啞亮 我們認為成功不必載我 只要能夠贏得首都市長的選舉 那不一定是要我們民進黨 這邊的人才 那如果白色力量 有更好的人才 所以我們支持他 是基於這個心情 所以我希望說 大家不要再糾結在這樣子 所以王世堅講的你什麼啦 評論的你什麼 大概我再一次強調 我唯一的錯就是錯在 我破壞了他們看豪宅 買豪宅的心情嗎 可能是這樣子 你怎麼看 你剛剛提到豪宅 因為今天早上柯文哲講說 本來是買得起的這些句話 因為過去他們也是高喊居住正義 然後現在又在選舉期間 有跟小草在募款 那現在就想說本來就買得起不用裝窮 會不會覺得這觀感不好 那你買得起 是啊買得起 那你選舉就用你自己錢就好啊 你為什麼要騙小草的錢 這就是關鍵啊不是嗎 你為什麼在選舉的時候裝窮 欺騙小草的感情 這說得過去嗎 那你買得起豪宅 你有辦法住豪宅 那你十年前你怎麼再質疑 連聖文的地堡 不是嗎 十年前他參選的第一主軸 就是 徹底反對那種億萬豪宅 不是這樣嗎 當時的草運 無可光牛跟青年朋友們 還去包圍了地堡 柯文哲你還去到現場 你說你當選台北市長以後 那你一定要幫青年朋友們 幫無可光牛們找房子 欸 你還沒幫青年人找到房子 你先幫你兒子找了一個豪宅 當做結婚用的新宅 哇這個 你拿那種用的錢 又是現在不清不楚的不是嗎 是這個才是關鍵嘛 不是說你買得起買不起 並不是這個樣子 你買得起 那你過去為什麼要裝窮 然後你選舉的時候 就要向小草們呼喊哭訴 我不該做這個事情 你就算買得起豪宅 但是你要站在基於居住正義 而且你拿到小草這麼多的感情 跟捐助 那你就要說到做到啊 你不一定要住在破房子 那你就一般的房子 但是你要中你一生 要為居住正義 為小草們來奮鬥 這才對啊 不是這樣嗎 並不是說你買得起豪宅買不起豪宅 那你現在你要買豪宅住豪宅的 不是嗎 這說不過去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 你要跟小草站在一起才對啊 而不是說你買豪宅你住豪宅 然後你在利用網路上寫文章來繼續騙小草 人家在跟你質疑的是這個嘛 不是你買得起買不起的問題啊 會員想跟你請教 因為柯文哲申報的這個政治獻金收支的結算表 月額是六千萬 但是這個表格同一張表格裡面啊 這個結算日金融機構的帳戶存款 月額只有三千三百多萬 那差兩千多萬 你覺得這中間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你要講清楚 所以我說他這個問題大的嘛 每次他虛報灌水的支出 然後現在實際 憑證沒那麼多 或者實際沒那麼多支出的時候 就是大家質疑的就是說 對啊那差額跑到哪裡去嘛 你看啊 差額跑哪裡去 現在累積下來 差額就高達兩三千萬的啊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現在應該收心 你就好好地檢視自己的帳目 還有這些政治獻金可能正在法律上 是傷不了柯文哲什麼 但是你緊接著你在市長任內 現在被我們台北市議會調查的這三大案 那那個才是真正 那會牽涉到的是法律問題 而且是很嚴重的法律問題喔 那我記得 柯文哲大概一兩個月前 他自己還說 說金華城 他說金華城 就算圖利啊怎麼樣 他說犯了什麼法 圖利本身就是違法的啊不是嗎 圖利跟貪毒是一體兩面 有查到金流對價那就是貪毒 那沒有金流沒有對價的話 你違法你批示這種 跟法律跟常理違背的指示 那你去圖利到金華城 那這當然就是圖利罪啊 很明顯的嘛 所以我認為科文哲 你要收心 你只有在醫學你是專精 這個我們不否認 但是其他很多你不是那麼懂嘛 你對法律對工程對建築交通 各方面哪教育你很多事情你四個字一竅不通 那你就是基於說啊你智商157啦 你高人一等啊 那現在你就踢到鐵板了吧 你不懂的事情 你也不了解說這你要請示相關的專家 你要尊重專家他們的專業評估 你不是嘛 你一向就認為啊你最厲害啦 他自比雍正不是嗎 那種那種帝王心態 那你以下達的指示 你還親切欸天啊 這個這個我都覺得 個人做事個人擔 自己造業自己受 那我不多評論他什麼 我只是再一次強調 我絕對不會對一位卸下首都市長的職位光環之後 而且已經被踹到一邊去的柯文哲 我再去補踹他兩腳 我沒有我絕對不幹這種事 我不幹這種俗辣的作為啦 我純粹是基於事實合理評論 而且我不落井下石 我是世出溫暖 那希望各位觀眾聽得懂 那你想問一下就是黃珊珊委員的這部分啦 因為現在外界有認為說他在繼續查 這樣好像有點求援監裁判 那再加上現在民眾黨內在找戰犯 好像都劍指這個黃珊珊 你怎麼看 那個 這個他們民眾黨內部的事物 我不方便評論 我只就我知道的 黃珊珊是一位非常好的民意代表 過去他在台北市議會 我跟他相處了十幾二十年 我知道 我們也共同推動了一些法案 我知道他是一位無私無我的好民意代表 過去的好議員 現在的好立委 比方說他現在進來立法院 才短短半年內 其實他本身已經寫了好幾個很好的法案 包括融資公司管理法 包括財政收支劃分法等等 他都有很多他很好的想法 而且法律是他的專業嘛 本來他在擔任議員立委之前 他就是一位非常好的律師 那基於我對他的了解 我很珍惜跟他這份友情 所以我對於我不了解的我就不評論 我所謂不了解的就是說 他們民眾黨內部 他們的內規 他們的一些懲處這些我不了解 但是我知道黃珊珊的個性 雖然他是一位女性 但是他有男性很剛強的一面 他一定是勇於面對 他一定會妥善處理 那這個也是相較於柯文哲 柯文哲 黃珊珊是一位女性 都能夠勇敢堅強的面對處理 那更何況你是男性 不是這樣嗎 不要成天要找人家鬥嘴 不要這樣子